中国队上场的是庄泽栋 李景光和梁格亮 日本队上场的是获得上届世界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日本队的三名主力队员 长谷川信宴 宜藤凡雄 何也满 第一盘 梁格亮对长谷川信宴 长谷川信宴 同梁格亮一样 也是横排进攻型选手 长谷川信宴 是国际拼联公布的世界第二号选手 这是一场横排选手的对攻战 前两局 双方打得十分激烈 各胜一局 第三局 长谷川发挥快速进攻的特点 以21比19取得了胜利 为日本队先得一分 现在由宜藤凡雄从庄泽栋进行第二盘比赛 宜藤凡雄是上届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一层采用猛拉弧圈球 找机会猛扣的战术 庄泽栋洞 发挥了两面棋板扣杀的特长 双方各胜一局 在第三局 双方比分交叉上升 打到十平以后 庄泽栋加强进攻 在第三局 双方比分交叉上升 打到十平以后 庄泽栋加强进攻 主动!庄泽栋 以21比15 赢了第三局 为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分 第三盘 有李景光 队 何爷满 何爷满打进台快攻 是国际拼联攻部的第六号选手 谢谢大家 李景光以快制快 用快速推挡 压住河野满的反手 掌握了主动 李景光以2比0 胜了河野满 现在进行的是第四盘比赛 梁格亮对伊藤反雄 在这一盘中 伊藤加强了攻势 主动进攻 梁格亮手的稳健 攻的凶猛 打得生气勃勃 梁格亮连胜两局 战胜了伊藤反雄 第五盘 李景光对长谷川信念 这时候中国队以3比1领先 日本队斗志顽强 及起直追 唐古川发动进攻 压住李景光 赢了第一局 第二局 李景光在落后的情况下 沉着果敢 发挥了进台快攻的特点 争得主动 李景光连得五分 以21比19反败为胜 赢了第二局 接着李景光 又赢了第三局 比赛进入了高潮 第六盘 由庄泽东 对何也满 现在中国队 以4比1领先 但是日本队 队并不弃磊 发扬了坚韧 顽强的战斗风格 紧紧追赶 他们同南斯拉夫队的比赛 就是在1比4落后的情况下 转败为胜的 我认为赢了 鸡的战斗风格 自己打击 在3比4落后的 或是5比5落后的 5比5落后的 4比4落后的 7比5落后的 赫野满连胜两局,为日本队夺得了第二分 在关键性的第七盘中,李鼎光第三次上场迎战伊藤凡雄 在关键性的第七盘中,李鼎光第三次上场迎战伊藤凡雄 李鼎光 采取多遍的打法 把旋转球快速抽杀 以及改变球路 推宜藤的空当 打得很顺手 李景光连胜两局 从而结束了这一场决赛